欢迎回到深度调查报道 又到了吃火锅的季节 但是化学专家就说 市面上有不少火锅 标榜汤头是用猪大骨熬煮数小时 实际上有很多店家为了省钱 干脆就用大骨粉来泡 食材和时间成本就只有十分之一 喝起来一样是又香又浓 另外很夯的麻辣锅汤底 同样有可能是用化学添加物调制的 喝完之后容易口干舌燥 而且很伤肾 一锅汤底究竟藏了多少蜜心 深度调查团队张若瑜 卢松佑带您来解密 真材实料的火锅汤底有多费功 如果想喝天然的麻辣汤 得先翻炒辣椒至少两个小时 逼出辣油 再搭配多种中药材 继续熬煮三到四个小时 才能换来这一锅天然美味 台湾人爱吃锅 特别是麻辣火锅 根据连锁年鉴统计调查 全台光是去年就1500家的连锁火锅店 位居连锁餐厅吃惯 而且这还不包括非连锁的火锅店 不过您可曾想过您喝的汤底很有可能是化学调制而成的吗 大概外面的火锅汤底到两种 一个是熬煮的 一个是冲泡而成的 当然熬煮的它需要很多的人力 时间成本 它比较贵 那么不划算 化学的汤汁很容易冲泡 这不是维言耸听 滚水中加入大骨粉 辣椒精食用色素 觉得不够辣 那就再添加辣油提味 搅拌均匀后 化学麻辣汤 即可乱蒸 因为麻辣汤 大骨粉有胡椒的味道 所以麻辣汤还有黑胡椒 然后辣椒精 然后这个大骨粉 加上黑色素再下去 它们都是合法添加物 但公开调制粉泡过程后 您还敢吃吗 跟市售的麻辣锅汤底 放在一起 颜色 香细 就连油花都好像 两个汤底请大学生猜猜看 得到的答案是 这个是真的 那你觉得 我觉得最像真的 那为什么觉得 这个比较像真的 因为它的这个 好像比较浓 是吗 它的漂浮物好像比较浓 那你觉得呢 因为它的边边有渣渣 真的吗 你觉得是这个 那你觉得呢 味道很重 这个吧 因为上面有的感觉 我觉得是这个 那闻闻看呢 很像吗 我觉得这个 我闻不出来才会难 好啦 其实是这个啦 你看 先看一看 再闻一闻 有人打对 有人被人工香料 蒙蔽嗅觉 甚至还认为 用粉泡的味道 比较浓郁 比较真 化学大骨汤头 也能用调的 大骨粉加下去 要多香 又多香 真正熬 你真正熬到一个 骨骨高汤 至少五六个小时 跑不掉 那如果用泡的 你看几分钟 就可以完成了一大锅 而且成本大概只有 应该只有十分之一左右了 一大包大骨粉 只要三百元 但看看里头成分 没有猪大骨 只有猪肉萃取物 和其他合法的化学添加物 化学添加剂吃越多 腎的负担越多 所以我们的洗腎 密度人口全是第一 如果你常常会有 莫名其妙的过敏反应 或是对某东西很敏感 那就要注意 可能是化学添加剂吃太多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影响 就是小朋友 因为曾经研究 这个色素香料 对小朋友过动 有一些影响 那么不喝大骨汤 改喝药膳汤底总行了吧 专家说药膳汤 也能用香料来调制 单规清 它没有单规 它是化学合成的 药材香精里 根本没有任何的中药材 它在我们的食品材料行里面 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 所以这个叫添加剂 那么我们的法规里面 也允许 这个添加剂可以添加 就像我们吃味精 或者什么鸡精粉 都是调味料 其实它是化学合成调味料 可以吃 看在真正用中药 熬煮的业者眼里 台湾人的口味 已经被化学汤底宠坏了 如果是它的颜色是乳白 再加上它的人生的味道很浓郁 对不起 在我的观念里面 那个绝对是毒 你说你的汤头里面 你也可以加很多人参 那要成本多贵 人参是比鸡都贵的东西 是不可能的事情 原来市面上 人参味又浓又香的鸡汤 很可能都是摻了化学添加物 7成以上都是假的 因为我要便宜游大碗 你当你要便宜游大碗的时候 做生意的人 他就会给你毒 那你如果是你赚得那么没有 你失掉了你的健康 攸关消费者权益的 还有市售锅底的重金属含量 以及有没有农药残留 我们随机买了 一般平价火锅店的大骨汤底 一大包不到200元 另一包价位较高的 要1200元 还有两家连锁小火锅的 药膳养生汤底 总共4家全部拿去检测 我们这个汤底 就是重金属的墙 一周后结果出炉 两间药膳锅都没有检测出 农药残留 但是比较昂贵的大骨汤底 却验出了重金属 从国外的研究 还有国内的研究 都已经证实了 哺乳类的动物 我们的那个骨头当中 都会沉积一定量的重金属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美味 实际上超过30分钟以后 你知道那个重金属 从我们的骨头当中 马上就释放出来了 所以你觉得那个是精华 真的是精华 重金属的精华 天然大骨汤熬煮30分钟后 容易产生重金属 而大骨粉泡的化学汤底 喝多也伤肾 该怎么吃才健康 专家说吃火锅时 尽量少喝汤底 比老实追求 汤浓 味美 应该追求健康 少油 少盐 多喝水 才是上上策